台北县昨天还发生了一起眼镜蛇咬伤人的事件 一名35岁的王姓女子昨天深夜在未是她所饲养的眼镜蛇的时候 却不慎被蛇咬伤了手掌 王姓女子被送医急救 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救回了宝贵的姓名 这么大脾气又不好的眼镜蛇居然被养在民宅里 饲养她的还是一名35岁的女子 深夜11点多消防队拘报有人被蛇咬伤 已经陷入了婚姻 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她就躺在床上 嘴唇就整个都是紫色的 也没有已经昏迷了 被咬的35岁王姓女子深夜本来想喂点镜蛇吃东西 谁知道她突然胸心大发狠狠咬了女子又手掌一口 女子马上陷入了昏迷 紧急把她送到亚东医院抵救 再转送中医院 还好她已经脱离了陷阱 还是新闻春春台北宝宝